我們今天要玩的就是最好玩的 四落方舟Losshug 欸 太棒了 哈哈哈 四落方舟在這個 今天也就是5月30號 再一次起航 有沒有 那我目前呢 玩到現在從早上11點 那剛開始我就已經準時開始了 然後到現在7點的時間呢 總共8個小時的時間呢 蠻愉快的 我覺得這個遊戲呢 各個人物跟職業的特色相當的鮮明 我自己這隻呢是玩 鷹眼 然後呢我還有看 雀草玩其他的職業 好不好 因為雀草是一個美孚的老玩家了 然後還有玩個四五隻給我看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各個職業上面的差異啊 跟他的打擊感啊 各方面來說 我都覺得是相當相當的不錯的 以動作類的遊戲來講的話 這個遊戲的動作 就是他的戰鬥方面 跟他的職業特性 跟他的戰鬥環節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100分的 好不好 那他的遊戲畫面跟他的場景 各方面來說 我覺得也是相當相當不錯的 講了有點也要講一下缺點好不好 不要說我們都瞎雞巴吹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劇情 呃他的對話 成分有點太高了 前面的這個 要一直跟NPC講話的這個過程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這遊戲呢 總共呢 目前有1 2 3 4 5 6 7 有7個基礎職業 那每個基礎職業呢 他都會有2到3個不同的 算是轉職吧 也不能算轉職 因為你遊戲進去就直接選好了 你不會有玩到只有基礎職業的這個情況 就是你一進去你就會直接3選1或2選1這樣子 然後他只是分支是在這7個人物裡面 那我選的那個呢 就是獵人裡面的轉職預覽這邊的鷹眼 這個獵人裡面呢還有分這個惡魔獵手跟這個槍炮大師 槍炮大師就是小組玩的 就是這個拿這個大隻的 而且還有火焰噴射器我記得 欸特別帥 這個我覺得應該算是拓荒非常棒的角色 而且我現在看巴哈很多攻略的評價 對這個槍炮大師的評價都挺高的 那我自己呢很推薦大家開局的角色吧 是這個 半魔人 這個聽說半魔人的刻印非常的便宜 那這個角色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的天花板沒有很高 但是 他的地板 已經幾乎快要碰到他的天花板了 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拓荒的角色好不好 沒有玩過這個類型的遊戲 或者是說你 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 開很多的分身來幫你的本尊農裝備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半魔人算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開局好不好 這個遊戲到後期吧 每個人 兩三隻人物是基本的 然後會有那種人物是非常適合幫大家賺錢 這種是超棒的 而且你說他的天花板低 其實也沒有說很低 就是別人可能打100分 那你就是打90分 但是90分說真的也很高了好不好 那我們就 第二隻 我自己第二隻是想要來個D君 那我們就來捏個D君的 都君應該是戰士 那我們就來個都君 Let's go 下個階段 欸都君的衣服很帥欸 比我的鷹眼帥很多欸 對啊這套怎麼這麼帥啊 還是我們自己捏好了 捏一個帥一點 唉唷這個不錯喔 這個感覺髮型改一改就有點像WATCHER的那個主角 你喜歡的長得跟你很像 我有這麼帥的話我就不會在這邊開始播了好嗎 這麼細的嗎 瞳孔大小 怎樣這可以超大是不是 雙色染髮是什麼意思 雙色染8加9 眉毛要粗一點啊 幹 太粗了 眼妝 眼妝應該不用了吧 嘴唇 決定外觀長那麼帥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好不好 畢竟我也跟他878相嘛是不是 嘴唇 不能卡我個屁啊 欸這個就剛剛的那個大大 會心爆發是哪一招 推開那傢伙 OK 我這個大炮噴三下這個技能真的好強 這個是 鷹眼用到後期也都會一直用的技能 我怎麼感覺好像其他技能的傷害好像很難有這麼高 我怎麼過不去 跳不過去耶 要走下面 喔喔喔 靠腰 我還以為我可以跳過去了 看來我想太多了 哇阿嬤被屌打 這個王怎麼長得這麼醜啊 哇 哇 欸 他媽的偷襲啊 OK 耶 輕鬆屌虐耶 那個傷城的時裝很吵 你要不要配一下 沒點數啊 對啊怎麼配 這個弓超帥 這個弓我 蠻想要買這個弓的 啊當然他也有那個單件的 你們不覺得這個角度長得很像周杰倫嗎 這樣子 不要看到眼睛 只看鬍子 有沒有有點像周杰 哈哈哈哈哈哈 其他不喜歡的可以賣 蛤 你說這個 這個傷城的東西是可以賣的 真的假的 喔時裝可以丟拍賣 OK 感覺要買現在要買這麼一套的比較帥一點 呃我看一下 欸這個很潮啊 這個裙子很帥啊 這個弓很帥 這兩個都還不錯 你要買那個龍跟兔子的組合包 我比較想要這個 我給你看 我想要這個 跟這一隻 這隻Holy shit 這隻超好笑 還可以粉紅色的 我最想買的就是這個 這個做起還好 那隻寵物比較想要 喔他這個是買一隻可以換顏色喔 靠北我還想說為什麼大家都不用綠的 因為我在路上看到很多白的跟黑的 欸這個是什麼外觀啊 絆魔人專屬外觀 為什麼絆魔人有這麼多特別的專屬 喔他的那個 技能還可以買skin喔 槍砲大師的那個砲塔可以買skin 要請問一下鷹眼有什麼 我的那個老鷹可以變成 可以變成什麼一手龍之類的嗎 靈 幹 我是不是選錯職業了 你的點子美術團隊收到了 不是啊他可以不一定要是 鳥類的啊對不對 他可以 可以是一個企鵝啊 失落方舟呢在這個 今天也就是5月30號 再次起航 9月1日相關 28日私 恍火